肺心筋脉它是在胸腔開始 它是肺腸跟心腸開始 所以肺它是呼吸器官 但是在筋脉上肺 筋脉起於中膠 起於中膠的意思就是消化系統 包括乳米磁 包括門筋脉 這些跟營養相關的這個 胃腸這些系統 所以肺筋脉它起於中膠 肺是一個呼吸器官 但它是起於消化系統的這些重要的器官 那胃它是消化系統 肺筋脉起於鼻之膠的時候 鼻之膠的時候就是鼻頭鼻骨 鼻骨膠的地方 那這鼻骨不是一個鼻骨而已 它最重要是裡面它有很重要的循環 它這裡面像海綿筋脈痘 以及我們的護鼻腔 都是跟它息息相關的 所以這方面的循環呢 它就造成就是說我們肺主氣 那心臟負責與肺交易器 那心臟負責與肺交易器 那心臟跟肝呢又買賣血 那皮膚發汗跟糖跟泌尿 會有腎臟的循環相關 所以它們是循環 所以肺心靜脈 我們要了解肺跟吸 它的關係 肺心靜脈 它們是在這個 我們看到的這個 紅色的是動脈 的動脈 就是含氧血多 那藍色的就是靜脈 那我們可以看到肺跟心靜脈的循環 肺它是在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紅色跟藍色 那紅色跟藍色 我們看到這個部分呢 它是肺動脈 它把惠爾巴達送出去 然後在裡面的肺炮交換以後 它的紅色的 從肺心靜脈回到 左心房 然後才開始 送給左心室全身運作 那這個是 上膠靜脈 這下面有個下膠靜脈 所以這個肺心的循環 就在肺跟心之間做很大的交易 那再來肺胃筋脈 肺筋脈 它最主要是上膠 與杜脈 就是它在這裡呢 跟墊在有交會 所以肺胃筋脈它屬於中膠系統 在助膠系統 那中膠就是上路膠 那它這個大腦皮質的頂頁 就是我們這個頂頂 然後大腦皮質 與肺腦的控轉因素 在我們的觀念上 這個肺筋脈 上了肺筋脈 那胃筋脈呢 它是到了這個 鼻子下中 然後一直走 走到這裡 在大延以後 它這個 耳朵前面呢 它來到這裡 叫額爐 額爐這兩次就是 額頭跟頭顱 所以肺與肚脈會癫 就是癫著大腦皮質 它這額爐是整個大腦 包括裂液這些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在這個肝筋脈 跟這個胃筋脈 還有膀胱筋脈 膀胱筋脈 是上到膠顛 其指著從額上角 其指著從額上角 其指著從額路過腦 所以我現在哥哥講 就說腦在中國醫學上 它是第一個肝筋脈 第二個是胃筋脈 第二個是胃筋脈 第一個是膀胱筋脈 它們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各位在學筋脈路線的時候 也要了解它的起指 中指還有它的連結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胃筋脈 它最重要的是 它這個頭尾一穴 可以看到這裡頭尾一穴 頭尾一穴 就是我們這個太陽穴區 這太陽穴區 它不只是一個 我們所謂看到的 這個胃筋脈為主 所以它還包括了這個 四足弓 四足弓 就是我們的三角筋脈 還有我們的陽白穴 胃筋脈 這三角區域的顏色 它的靜脈回流 如果靜脈回流不一樣 它會有靜脈曲張的現象 這都是情緒 滅液平衡 很多的身心靈 不是很舒服 所以它這個靜脈就會曲張 所以我們在看肝胃以外 就是它們大腦是 它的頭圍就是控制了 這整個頭部的圍繫 那再來膀胱筋脈 膀胱筋脈 膀胱筋脈 都有看到這個腎 膀胱在這裡 膀胱筋脈它是屬於下膠 心肺屬於上膠 肝胃是屬於中膠 但是它在脹氣上 它有上膠中膠下膠 有胸腔上腦腔下腦腔在這裡 但是在循環意義上 它有很大的意義 膀胱筋脈 其膜脈是上而膠癲 其吃者同天之額上腰 其吃者同天陸落 臺宿別下下 尋堅脖內下甲脊 以底腰胸 下甲脊 以底腰胸 路尋即洛勝屬膀胱 在這裡跟膀胱 而勝洛勝屬膀胱 那這裡以後 它居吃了從脖內 左右別下灌脊俠脊內 或皮術尋皮外 從後連下脖中 更串臉 所以這個情形在這裡的時候可以看到這裡背部上,上背部有四條 到這裡就是它循璇,那到這裡的時候它就有一二三四八條在主動 這個上肢中下,所以在膀胱經脈跟我們腎經脈,腎經脈起小指之下 聖經脈最主要是它到了我們上國內灌起,它到裡面就灌起,灌著脊髓骨 也就是說它基本上它是從微低骨,這個我們所謂的馬尾神經蟲,以及腰巢 它這些這個脊髓液裡面灌上去,所以在聖經脈來講 它跟我們的脊髓脊髓的關係比較密切 那這個膀胱經脈就跟外圍的這些脊髓外的神經跟血管比較密切 但它們兩個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在椎骨的靜脈,它是沒有靜脈犯的 內外它都會相通的 有病的時候它就會造成相關的影響跟感染跟破壞 所以在養生保健上我們就逐步逐步去調理 就是上膠中膠下膠,心肺就是要活動 甘胃就是要營養,然後聖堂光就是在整個循環 體液上,喝水上,以及活動上,流汗上 都要有相當的調理,那我今天講什麼? 好,謝謝 感谢观看